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大好多繩子 但我沒吃雞飯很強勢 這樣六塊三我覺得不會很貴 當然肉不是很多啦 我又加了一個雞肝 所以是六塊三 然後吃吃看 肉為什麼他的雞肉都是有帶血的 像沒有完全熟 因為可能不想他過牢吧 這家好吃 他的肉很嫩 然後也新鮮 然後菜上面還有放一些就是好像是油蔥酥 飯也很香 那個雞油的香味 湯也很棒 湯就是有點 好像有點藥香味 然後還蠻燙的 覺得很棒 我吃吧 這家的唯一的缺點就是他的肉太少了 所以我好像覺得意猶未盡 還好我有多叫一個雞肝 可是還是不夠我吃 就希望多吃點肉 我也想要多吃點肉 然後我就要再多加一些甜囉 有一些特別的店 就是我喜歡市區的地方 就是市區有時候會擠很多不同的東西 在一個小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雞飯 下次可以吃吃看 他評價也不錯 不過我剛剛一上來就好想吃雞飯 那個賣早餐咖啡的地方 就是不貴啊 就是那種一般Halk Center的價格 那是三撈盒粉 6塊錢 是二樓 我現在要走去三樓看看 還寬敞跟通風的 那個 一個十格 三樓也是Gobi店喔 我有更多的選擇 可以逛一逛 賣粥跟麵的 跟飲料 現在應該也是 不錯的吧 下次來試試看 可是他比較早關 比較早收 要等到可能晚餐時間 快要接近他們還會再開 我最喜歡的滷麵這邊也有欸 可是我吃滷麵我吃不下 這邊有釀豆腐 吃果汁 這裡有賣滷肉飯跟牛肉麵 像台灣 欸真的是台灣美食 找不到什麼小吃可以吃 剛才本來要賣 想說 哇 你想吃吃看 可是他賣完了 現在去他們的花園看看 像在二十樓跟五十一樓都有吧 我只有到九樓呢 那我要到九樓再換嗎 到那個Halk Center下面 沒有辦法到花園 必須要走出來到另外一邊 我以為你不覺得 應該是這裡吧 應該是這裡吧 是這裡吧 他們都是要去Garden 可以到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也可以到五十一 先去 走出來就蠻有風的 然後他可以就是沿著台 先把十七樓走一走 真的是不錯 舒服 所以快下雨了 這裡有一家咖啡廳 有廁所 要上廁所也不用怕 還可以充電 還可以休息充電 等一下走上去 有一個可以健身的地方 這就是看到很多YouTuber說可以坐的地方 我們就來這裡坐一下吧 快要下雨了 那 KAPITAL 的建築 重點很好就是它都會有免費的Wi-Fi 可以Sign in 可以使用 這就是約會跑兵的放鬆的地方 好多鳥龍都會坐 區的設計 看17到20樓這個我就覺得很棒 就是又有很多椅子可以坐 然後又有Wi-Fi 然後又很涼爽很輕鬆 11樓一出來就看到了 感覺很不錯喔 在51樓上的香蕉樹園就可以看到船 這個好像是洛神花捏 很美麗 Claude Trail 它現在打雷了 現在不能夠在外面再照相 褲蒙蒙了 看到很美麗的Daces 三星台啊 被動斜斜的建築不知道是什麼 上面是太陽冷板 可是它不能上去 我上次就是去那個 他們在Basin上面的Sky Bar Park 有一個咖啡廳可以坐的 植物它照顧得非常好 雖然是免費的 它還是把它維護得很好 可見Paybattle的資金雄厚 叫餐廳不知道多少錢 下雨了所以必須要下去 打雷了 你看它那邊上面是沒有蓋的 再見啦 Claude Trail 再來玩 可以帶親戚朋友來 就比較沒有負擔 因為它 下雨了走去福南 在CBC Bank旁邊 在CBC Bank旁邊 Dark Park真可怕 就好像麥當勞一樣 他們就這樣 無聲無息的佔據了 所有商業大樓的這個一樓 是國會前面很綠的草坪 襪子有點濕 是 當鞋家的會員就是 心幣89塊 本來就想要買涼鞋 所以就順便 鞋子濕了就順便買了 帥 farmers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